中華對話錄 主持 黃分 拉成 今天是星期二 昨天我們講這個 額外印花稅 和買家印花稅 SSD加強版和BSD 我們講過 其實香港有樓的人 家庭接近一半 另外有四成住在公屋 或者是巨屋 只不過有百分之十 是未買到樓的 沒有擁有物業 其實這個數目 都幾正常 都不是太離譜 不是正常是好 是啊 應該是叫做 很多人都叫做有自己物業 但是就為了這百分之十的人 裏面的十人 不是百分一百都出來喊 是說沒有樓的 其實是開百分之五 甚至以下 只是大聲 政府就為他們去做事 這些是否叫做文水呢 我不是學者 但是 身邊 就是教育學院的兼任講師 這些是否文水呢 文水這個字 我們經常關在後面 但是熟悉 就是 我們經常講的詞語 不等於我們很知道為什麼 往往就是 熟悉不等於認識 文水就是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我們經常關在後面 但是其實 追完索本呢 十八世紀的時候已經有了 在我國 十幾時 十八世紀其實 都不是很久 都是八多年 那 我先拆開 打斷你的話柄 我想問一問 我其實看過 字典裏面的解釋 文水其實 字典的解釋呢 就說是 為了人民 即是我站在人民那邊 幫普羅的大眾爭取一些東西 你去可能對抗這個 elite 即是叫做 中文叫什麼 叫做 精英 如果純粹來看這個字 這樣解釋又不太 很正面 但是從來沒有人說自己是文水 我記得 梁振英 在他當選了之後 4月1號 餘人節 真的不知道他當時是說真還是說笑 他就說 我不知道是什麼是文水 我們現在呢 只不過是去追求一個好一點的生活 我不管他什麼 什麼主義都要用 他就是這樣說的 但是呢 就很有趣 同一個人 11月1號左右 我看到這圈報道 就因為這個 特衛山果金的長者 那個值得資產審查 就是 梁振英政府 就視之如是民粹的洪水晚壽 就是說 因為要抵禦這個民粹的洪水晚壽 所以 他預了 政府是不可以退讓的 是 是要 我們可能都會有損失的了 他意思是說那一批 反對審查 水果金的議員 是民粹 是嗎 是 這個就不是梁振英 是 是有一個報道 政府的政府 說出來 是 是 但是 梁振英一直被譽為 即他上台的時候 人們就說 很害怕他民粹 是啊 是啊 但是 在他4月1號的答案 就是人家說 你是不是民粹得手 不管了 總之 他就說 我不知道什麼叫民粹 總之就是 第一就是 他不會認自己是 第二就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民粹 總之什麼我都會用 其實聽起來大家都覺得 其實他的答案 是 是什麼 但是 去到 10月 起碼他 4月的時候沒有說 我不要民粹 他沒有 他就是 很 會避 他很 去到 11月的時候 他突然好像 是一個民粹 洪水曼 似乎被民粹 就 攻擊了 他開始 知道民粹的滋味 但是王伯引述這個 德偉生 就是 長者生活津貼的例子 就是 正正是 講了民粹主義的其中一個特質 民粹主義就是 經常就是 民粹主義者之間 互相批評 哈哈哈哈 是 就是說你是民粹 然後 怎麼樣 因為民粹主義本身的概念 就是 一個含糊的 但是他指涉的就是 我們一些 政治的討論 公眾的討論 就是要用群眾 或者人民 作為 決定的一個 要點 人民需要什麼 我們就要給什麼 人物行 是這樣的 說法 對於統治階層 一些精英階層 就會滅視 不滿 一些現有的規章制度 可能就會認為 是 不公義 不合理 就是要推翻 對 就是用人民之名 那 剛才說 長者生活津貼 其實例子就是 梁振英 成也民粹 是 提出這個 長者生活津貼 或者自己之前選舉 的時候 說這個 鄧惠珊的 性樂 其實是一個 民粹的提議 民粹的意思就是說 你 只是 講求一個 某一個群組 社會上面 有一定 群組的人 的取向 就要決定一些 決策 就不管這件事 就不管這件事情 可能背後真正的原因 道理 是否必須要 這些 並不是考慮的重點 梁振英提出來的時候 他也只不過是說 那些公公婆婆需要 生活 這樣 就去提出了 這個 長者生活津貼 而 要求一刀切 沒有審查的人 都是用回同樣的理由 所以 反對去審查 那些人 通常就會說 你給的不夠多 是 你是給了 不過你給的不夠多 這個 亦是否一個 民粹的特質 所以民粹 那個危機就在這裏 一旦 你自己 作為政府也好 作為從政者也好 你開啟了民粹的路 你很難回頭 整個公共討論 你就不能夠走向 解決問題 作為目標 如果你 梁振英 是想說我解決 貧窮問題 或者解決長者的貧窮問題 你拿這個問題出來說 他是這樣說 問題是否真的需要 有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是否做到 還是其實需要多些院舍呢 還是需要多些公屋呢 或者只是 鼓勵年輕人和父母一起住呢 就是很多的方法 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但是 如果是民粹之類 就不是了 我們就不會說這麼多 這些深奧 原則 最簡單的 簡單 群眾需要錢 每個月 每個月 我派給長者 就是好事 這樣 那我就決定做 我看到一些人 就說這個民粹主義者 最喜歡 就說 人民 會對政府 是有怨對的 跟著還有一些精英階級代表 就是一些 統治團體 就是墮落 又腐化的 就是 看起來 好像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 每個風向都會吹去這邊 你覺得 就是民粹主義 現在是否越來越多民粹主義 絕對 香港的氣候方向是 是 就是 你說 香港的生物章 很好的禮節 所有的政客 走出來 在立法會 都是說 喂 那些公公婆婆需要 她很多資產 她都需要 從來都是說 那些公公婆婆 是 但不是 只是具體 一些 某一些 社會成員的實際 具體的 狀況 是怎樣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文粹主義的特質 其中一個就是 講求群眾 而忽略個人 但這樣會不會是 騎劫了 這個 所謂政策 那些東西 因為當你什麼都說 群眾的時候 其實是很含糊的 是啊 那你所有公公婆婆 就成為一個群體 的時候 她做什麼才能滿足他們 那些團體 我看到有些團體 找上去 立法會表達意見的時候 那你現在找一群 說 我很等錢花的 我很窮的 我沒有錢 就是你那二千二元 我不是 我就真的開不了飯的了 那些 就是會代... 我不知道他們是小眾 還是大眾 但是如果你這樣 上去立法會 那你變成是 就是你看下去 就報道完之後 就覺得好像那個 變成大眾了 那香港現在由 政治圈到 傳媒圈 都是民粹的 是 對 都傾向的 而更加 有一件事是 危險的 就是 當然啦 就是有些很緊張的 他們就會去這個立法會 就是說 我真的欠這兩千元 或者兩千元 對於他們 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而問題是 為什麼他要將這件事 推向全民呢 就是 其實中間有很多 可能有幾百萬資產 或者一千萬資產 或者很多股票 是在收息的 那些又 他不會去反對 嗯 就是 就算去到 最有錢的 去到千億富豪 他最多就說 我不 我嚴犯 我不去拿 但我不至於去到反對 那就變了 其實根本 那個命系的時候 就是 他一定是 你如果問公公婆婆 基本上 是不會有人 會激烈反對的 所以這個是 民粹的 高高的 亦都是個特質 就是你民粹特質 就是你不去 在個人的 一些特實際的需要 嗯 就是可能你 管婆婆當中 可能有些 喜歡回去地住 他面對的問題 只不過 他醫療 他要回來香港很麻煩 嗯 或者去領取 這個 中援 可能都夠他在國內生活的 但是呢 就是你又要去 整天下來 回彬彬彬彬彬彬 這樣才可以繼續領取到中援 就是這些 就是你討論這些事情 就不民粹了 嗯 因為具體嘛 講個別情況個案 就是越含糊就越對他們 是啊 你越是說 喂公公婆婆就是要 生個牢 這個是尊嚴 這個是必須要的 那你當所有的公共事務 都變成民粹 的討論的時候呢 其實就沒有得討論 就是沒有了理性 去針對個別人的問題 去解決問題 那我們就休息回來 繼續講 中華對話樂 意大利作曲家 威爾帝 一百五三年完成 著名歌劇 《茶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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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譽為音樂天才莫紮特 於一百七八年完成 唐喬莽美 《茶巴女》 《茶巴女》 法國作曲家比賽 一百七三年 創作著名歌劇 《茶巴女》 想學下聽歌劇,還想感受歌唱藝術的魅力,我是梁露安。 同星期日,黃昏六點至七點。 歌星藝影? 嗯,這個呢,時時正正,還可以的。 這個經驗好像不夠,不行的。 班長,你在做什麼? 不是選人嗎? 選人還是選老公? 不是呀,幫我們財星學堂做招募嘛。 招募完啦,八位財經新星已經破格誕生了。 對呀,其實我們想提一下他們,就開學啦。 對了,10月20日正式開學,財星學堂,有我們的班長,希莉絲, 連同我們的升級導師,一起打造新一代財星。 記住留意,新城數碼財經台每逢星期六的早上十點, 晚上九點,記得收聽啦。 用手機上網,真是很方便的。 但是一個不小心,用多了流動數據,就要給多點錢的啦。 不想這樣,就要清楚服務計算方法, 和經常留意數據用量。 就算選用數據用量沒有上限的月費計畫, 最好都要定期查詢用了多少數據量啊。 通訊事務管理局提提你, 留意數據用量,輕鬆流動上網。 中環對話錄,主持黃斑拉晴。 喂,那學問的阿拉晴,聽剛才這樣說, 是。 其實民粹,大家其實講完一輪,也有一點點一頭沒水啊。 每句主義本身一樣那麼陷糊, 是嗎? 不是那麼容易,三言兩語也能夠說到。 那我想民粹和民主有什麼分別呢? 民粹和民主最大的分別就是, 民粹是說我們是一個陷糊的, 一個社會的群組。 即是,究竟我們, 即是,有一個舉例就是, 究竟是說民粹, 有一班人想要某些事情啦。 究竟指那班人是一個, 叫做是mask, 還是一個people, 就是一個分別。 即是,很多時候其實我們會誤會了的。 其實可能他只不過是, 一小撮的願意, 即是他就某個問題出來說話的人。 那他就會可能是成為了一個, 很大的聲音啦。 即是,可能我們說, 龍美灘那樣, 有一班, 覺得是要保留現狀的人。 嗯。 什麼都不要發展的啦, 你保留現狀最好啦。 那那班人呢, 就會是, 即是, 走出來啦。 但是走出來, 他就會說, 我是代表環保的喔。 我是代表香港人的喔。 是的。 在北區那些, 即是那時候, 新界東北, 最聽得最多就是, 我們是代表香港人的。 即是, 有一個女士, 喊尖叫這樣。 那我有一些人就說, 咦, 你什麼時候代表了我啊。 哈哈。 民粹特質都是, 其實會是很排外的。 嗯。 即是, 都會很影響。 但他跟民主有沒有衝突? 剛才, 黃民民主的問題呢, 你可以看回民粹主義的歷史發展, 有一個答案。 是。 即是, 由俄國的民粹主義一早出現之前, 是。 當時是沒有社會主義的。 嗯。 即是, 沒有列寧啊。 沒有這個, 馬克思的, 已經有民粹主義的了。 但是, 列寧能夠在俄國, 可以發展得起來呢, 其實, 跟當時的民粹思潮, 和俄國的發展很有關係。 嗯。 當時, 俄國已經對沙皇很不滿的了。 接著有一幫人走出來說, 我們要民粹, 即是, 我們人民的意願為極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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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皇帝, 所有事情都要人民做決定的。 這種思潮呢, 就幫, 即是, 領導的, 就是, 共產政權呢, 打了一個很, 在意識, 意識嚴格層次, 打了很強的基礎。 整個共產黨說話的運作模式是什麼? 嗯。 就是, 人民不能夠做決定的嘛。 就是, 權力歸於人民。 共產黨的概念, 權力是歸於有一場的。 是。 人民不能夠執行, 所有人民不能夠一起執行決定的嘛。 那就是, 我們就要找一些代表出來咯。 嗯。 是。 那代表, 都太多了咯。 那代表又再找代表咯。 是。 都太多了咯。 代表又再找代表咯。 那就是, 即是我們, 中共政權的嘛。 一個政金折下的形狀。 最後就是, 人大常委會就做了所有決定。 但人大常委會聲稱是代表群眾的嘛。 所有人民由人民代表出來的嘛。 整個概念就是這樣。 是。 即是, 民粹主義的危機就是, 可能它由俄國發展下來, 去到現在, 不同地方的民粹主義。 它那個特質呢, 就會對那個, 民間的, 一時一刻的聚集呢, 那個力量呢, 會很強大。 嗯。 但就不, 就對這個代議政制呢, 有一個很大的抗拒。 那, 如果是這樣說, 即是你剛才說, 民粹主義呢, 就會一方面去發展到去, 即是我國, 一個極權那個的情況啦。 那還有些什麼, 即是, 它可以, 它可以, 以為好像stamp cell那樣, 即是, 可以發展不同形狀的。 是, 因為民粹的發展是去到南美, 去到北歐, 都很多地方不同, 有不同發展。 不過, 也有些發展的傾向就是, 我剛才提過就是, 對這個代議政制, 是。 議會制的地方, 民粹主義者呢, 就會認為呢, 這些是精英的制度。 嗯。 就算呢, 你班人是選出來都好, 但其實你班人是不能夠代表人民的, 即是, 就算是民主制度出來的人, 是啊。 不可以。 所以呢, 民粹主義, 在一些所謂, 已經有民主體制的國家, 是。 他們傾向呢, 就要直接民主了。 哦。 他可能會傾向, 所有事情要公投了。 嗯。 即是, 很多時候, 民粹主義者就會傾向, 我們啊, 公投了。 我們, 如果香港有公投制度, 民粹主義的人, 可能就走出來了。 公投了, 封了, 哈哈。 但是我這樣說, 我又反過來, 我覺得直接民主呢, 是有機會呢, 其實是, 防範到民粹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最近, 中大呢, 就發生了一件事, 是。 是。 有一班, 就說呢, 支持公平貿易的, 呃, 即是, 的學生, 那他就知道呢, Starbucks, 就是在那裡, 校園內, 但是他們就說, 覺得Starbucks, 就不去, 即是, 不去, 不做這個公平貿易, 對非洲的, 對非洲的, 對非洲的農夫, 就剝削他們, 這樣, 所以他們就抗議, 就說, 我又是, 我代表中大學生, 嗯, 那我就, 想, 即是, 不讓他Starbucks開, 是。 那真的不知道中大是哪個高人, 我覺得那個是高人, 對, 他就說, 那不如我們, 舉辦一場公投, 這樣, 結果呢, 即是, 公投的結果, 就是有七成的人, 是支持, 這個星巴克, 在中大開, 晉珠這個, 晉珠這個中大, 是的, 中大, 公管系, 經濟系, 人多, 公管系, 人多, 那就是, 結果就是, 而最後呢, 那班說, 我代表學生的那班人, 你都願意接受這個結果, 對, 他說沒有眼睛, 沒有眼睛, 哎, 真是墮落了, 現在中大搞到這樣, 但是, 那公投不是很公平嗎, 所以就說公投, 其實就是, 你說都很合理, 可能有, 相反, 真的有個, 民主主義, 我想的問題, 就是, 民主主義式的公投, 它的議題, 可能會很荒謬, 就是, 當然你說, 喜不喜, 我作為中大校友, 我就很高興, 那些師弟妹, 是有理性的基礎, 就是, 就是, 港大的有, 沒來中大沒有的, 就是, 這一點就夠了, 差了幾百年, 但是, 問題就是, 民主主義式的公投, 可能是一些很荒謬的議題, 是, 可能是, 譬如說, 禁止同性戀, 舉例, 是, 就是, 民主主義者可能都會認為, 喂, 我們大眾都很討厭同性戀, 我們這個立法, 去某種形式的禁制他們, 就是, 舉例, 可能就會令到, 大眾會一時一刻, 有一種非理性的討論, 對某些社會議題, 嗯, 這個很不同的, 因為, 跟剛才Starbucks那個就是, 我開不開, 就是, 我, 就這件事, 去開一間咖啡店, 開到就開, 開不到就罷了, 但是, 剛才, 何文傑說的議題有些不同的, 就是, 我舉例, 就是, 去年, 一些, 家暴條例的討論, 是吧, 有一邊意見, 認為, 同性同居應該要立入保護範圍, 嗯, 有一些就會認為, 不行, 同性同居不可以視為, 就是, 法例保障的, 有的人就被人打死, 就算了, 那這種背後, 可能他對同性戀, 可能是一種很大的, 不同意, 但是, 用民粹的方式, 當他表達這種看法的時候, 就是, 說, 你議會, 不代表人民的, 你議會怎麼討論, 定出來的法律, 都是不公義的, 是吧, 人民才是最糟的, 決定, 但是那個人民究竟是, 是的, 是甚麼呢, 很虛幻的, 是的, 你這樣說, 即是, 民主制度都被民粹去攻擊, 因為總之, 那樣東西, 當然, 他有一把, 有一個critical mask, 就是說, 我認為這個制度, 我不喜歡, 就算你是, 無論是一個, 君主制度也好, 你是一個民主制度也好, 總之, 我就是認為你本身的制度, 是不公義的, 是的, 公投是一個手段, 即是, 有些批評民粹主義的說法, 混淆了People和Mask, 其實他只是Mask來的, 可能某些人, 一群人, 一群組的人, 對某些議題有意見, 但他就說自己代表人民, 他講得那麼像, 整天在天馬發生的那些, 即是, 你看到香港近年就是, 是的, 就是趨向就是這樣, 由這個天星碼頭, 以至可能匯豐大樓空廣場, 你龍美啊, 新界東北啊, 等等問題的, 都是有一個這樣的共通點, 就是一個群組的人出現了, 而這個群組, 其實他協助了, 可能是一個數量的人, 但是其實, 社會上大部份的人, 可能不願意出聲, 那些才是真正的人民, 是的, 但願意出聲的那些人, 就被透過傳媒的報導, 放大了他的聲音, 而脅迫著, 可能連政府體制, 政黨啊, 都要跟著他走, 那是一個很危險的方法, 嗯, 剛才你說的, 即是, 公投那件事, 為什麼我想起, 即是, Starbuck 那個, 例子, 即是, 其實公投是一個解決, 很多問題的辦法, 因為其實, 另外一個國家, 是非常富裕的, 這個國家, 都是什麼事情, 都是用公投解決的, 那個叫瑞士, 那, 而瑞士又有一個特點, 首先, 瑞士的人口呢, 是百分之, 是百百萬左右, 即是, 跟香港差不多, 嗯, 而是很有趣的, 它呢, 是有二十六個行政區, 或者叫二十六個州, 那, 其實香港呢, 如果你畫, 這個十八區, 其實是, 每個區的人口, 其實很相似, 那, 隨時的細度, 或者我們, 在休息之後, 回去再談, 中華對話囉, 至少。 是因為 或許, 某些人口, 或許, 或許, 某些人口。 或許, 或者說, 或許多居然, 或許, 或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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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娱乐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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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